第一个我们就是这些先删掉 所以我们有个批次删除工作表 这个之前有讲过 另外就是说针对这个范围 先移除重复之后做批次的筛选 在这边筛选完就有这几个人 另外的话我们延伸出去 当然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是要个别性的筛选的话 那我可以比如说输入小咪 那我可以把这个小咪的资料给带过来 单一个部分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也是从上面去查无资料 所以个别的 是不是我这边又多一个这个 我刚改了 所以这个地方 向下追踪 追踪到 把那个我们要筛选的 这个个别的名称 如果可以把它带 另外有个关键字的查询 再来就是房呆的部分 所以分别的话把这些东西加上去 就今天我们的程式 那程式其实相对的冗长 所以回去可能要稍微再花一点时间吧 另外的话 下一个礼拜的话 我们就可能要再把这个什么 筛选业务 其实我刚刚有提过 可以把那个AutoFiot 这个筛选的栏数 本来是第三栏 你可以把它改成其他栏 包含就是筛选什么 筛选产业别 产品 客户名称 因为这几栏都是什么 就是所谓的那个文字筛选 因为它里面都放文字 你其实可以怎么样 可以做一个修改就可以了 不过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呢 如果我今天筛选业务做完之后 假如把它复制 贴到那个这边来的话 可能贴上去之后 改一个筛选 筛选产业别 其实只要改一下栏数就好 可是问题你会发现 这里面的程式 重复的地方太多了 所以理论上应该怎么样 其实如果程式都一样 很多地方一样 那理论上你应该把它抽离出来 一样的 成立一个sub 另外呢 不一样的地方 你可以带参数给它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有些地方 程式不用重写 包含就是筛选产业 业务 筛选产业别 产品 客户名称 如果我今天只要写一个sub 其他用传递参数的方式来完成 这要怎么做 那如果这部分有兴趣的同学 其实可以稍微参考一下 这个圆端上面 我有讲到 如果传递那个参数部分 那这个部分下个礼拜我们再来看 那其他的话呢 也许 除了这个范例之外 请各位回去也可以试试看 这个资料的查询 你也可以利用现在 蛮热门的像是开放资料里面的私价登录 如果你要找什么 比如说你可能要买房子 然后你有多少预算 应该买在哪里 是最好的 比如说你可能你想在台北市买房子 比如说你有800万好了 假如 你可以筛选看看 发现你只能买在哪里 买在那个文山区 有一个就是什么公墓旁边吧 后来我有少 800万真的只能买在那边 还有吗 旺华好像还有房子可以 不过好像都是超过50年的老宅 OK 十下登录 那如果说你要做一个什么 筛选的练习的话 当然我们今天就有针对什么 针对那个文字筛选 如果你要针对什么数字 比如说多少钱 另外还有多栏位查询 比如说你不只一个栏位 你好几个栏位的话 那怎么办 其实到底差不多 OK 那回去的话请各位 可以稍微把今天的部分练习 然后下一个礼拜的话 我们再针对可能稍微再加一点东西 OK 那今天的话我们就先讲到这 影片的话一样 我会再把它传到YouTube上面 贴到论坛 那回去的话呢 建议各位 就是假设有比较不熟悉的部分 可以再多多听 那最重要还是要多练习 那今天的话我们就先讲到这里